好 OK 好 午安 吃飽沒 應該是剛開始要吃飯了 我今天有一點點的音樂 終於可以有一點點的音樂 然後呢今天的話因為像我們是上個禮拜一跟四嘛 我們連續做了一到九的主要的人格的特質的分析 然後我是Vivi 然後最近有點想要把那個英文名字多一點變化 因為有連結到以前的前世精神 因為催眠去搜尋到所有的阿卡莎紀錄 這些你們有好奇可以自己先去搜尋一些相關的資料 然後去搜尋到有我個人的不同的另外一個角色 所以後來名字可能會有一點點異動 但目前我還是要Vivi 然後這是我的閱讀身心靈空間 然後由我來閱讀 然後就是有關於身心靈的議題 但是我比較簡單就是用塔羅牌的方式來讓大家去理解 就是自己本身的本質是什麼 然後特質是什麼 然後去讓你可以對自己有更多的提升 然後當然你喜歡我這類型的那個 其實我也不是什麼在賣東西 所以如果你覺得對你有幫助 你覺得會對抹訊有幫助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分享給他 然後讓他們去說不定哪天他突然想到了 有機緣到了他就會去點開來看 有時候影片就是這樣子 你到想要用的時候宇宙會給你指引 然後會讓你想要去搜尋某方面的資訊 或去找某方面的一些資料 來符合自己想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的話也可以自己存在自己的 其實影片是可以按儲存的 網頁FB是可以的 然後當然我們這影片 我們會同步到YouTube還有各平台 然後當然你如果是其他平台的朋友在看的話 你們就是其實是可以關注我FB的粉專 閱讀身心靈空間 應該寫下來的 然後這主題就是講生命牌 再簡單提一下 那有關於生命牌 我們以塔羅的方式去做生命數的話 他就是以西元的年月日去做商家 三個單位商家出來的四位數 然後再橫上家求得一個個位數為主 但如果說你的第二個步驟出來的數字 是會小於22包含22的話 表示你的生命牌有多另一個的特質 就是雙牌 所以我們今天開始要解說的就是 一到九之後 十 上週四已經講過了 所以這一週是講十一到十五 十一到十五 十一到十五本身 它就是已經是複合牌了 比如說像十一 十一 它本身是一加一 它的其實主人格就是二 二號牌 如果你一到九的主要人格的特質 你還不是很清楚 你自己去看我們那個 粉專有一些直播紀錄 可以自己去看回播 然後這邊的話我可以幫你講一下 就是我現在 我是說這個系列叫超展開 因為它 它混合的東西更多 但是我是一感覺 一直覺在解說這些牌 我不會把 你知道嗎 東西資訊很多 不會在這個有十個小時之內 把它全部說完 人生很長的 不可以在一個短短時間就可以讓你 什麼東西都掌握得到 我會以 我們 像我們這個影片會看的人 他們賦予給我交流的一個能量 我可能會 所收到的資訊呢 可以講的一個方面 可能就是與這些人有關 所以你比較會看 或者說你剛好在搜尋這一類型的影片 然後是想提升自己身心靈 或是想理解更多有關於家人自己的話 我會這一方面訊息 可能大部分就是說給你聽的 就是說給你聽的 然後當然 我們不要求所有人都跟我們一樣 但是我是希望說有那個 阿廣告 不好意思 那個放免費音樂都會有廣告 我先把它切掉好了 所以呢 就是說你 如果說是 自己 有關於 是跟你相關的一些資訊的話 就是盡量的去接取 去收錄起來 好 然後你如果有什麼問題 剛好在線上的話 我會最後看一下Q&A 最後看一下Q&A 然後現在我們開始第一 第一組複合牌 複合式的牌 這複合牌要不要特別 第一 十一的牌 如果說你的生命數算出來是十一 好記住喔 你的主牌是二 女祭司 看得到吧 是女祭司 然後你的副牌是十一 力量 然後相當於 簡單提一下女祭司 他本身 他就是比較是屬於 簡單講 他就是一個很 很冰 很冰 冰山美人 然後有自己理想 有自己的一個 一個模式 在做人做事的一個角色 所以他比較不容易被別人影響 然後做事情是比較會跳脫角色的 他比較會跳脫角色 如果他搭上了力量 那就是 其實是算是很有 嗯 怎麼講 如果說他是以關係來看的話 他如果是父母 或是你的上司 或是說是你的長官 就是他是以上的一個角色 來看的話 他就是一個比較會 把東西交付得很好 然後也會叮你的那一種 就是他會把事情 一一的跟你說清楚 講明白 然後當然你也不能偏離他的軌道 就是照他的方式去做 然後你只要做的 可以 你不用太好 但是不能太差 就達到他要的 他的及格分數在哪裡就是哪裡 他也不會要求你太多 但你不能做得太不好 他就會跟你互動就會還蠻不錯的 因為事實上他是屬於一種 他希望在一切的 在他的想要做的事情跟範疇裡面 他是希望有一些掌握性 力量 力量牌 他希望有所掌握的 他的掌握當然是 呃是 適可而止的 不會說是很 over性的 而且他剛好又是配合了女祭司 這樣的一個個性 所以他本來就不太喜歡干涉別人 本來就不喜歡去牽涉到別人 所以他可能就是比較真 除了是公私分明之外 他還會在全責上的交付 跟你所做的事情責任上他都會特別的主意 如果你是有這樣的一個老闆 這樣的老闆 你就會發現這老闆好像 常常在叮囑東西 他不會說完全放給你 他不是完全放給你 他偶爾還是會跟你檢測一下檢查一下 他不像是有些是完全放折給你的 如果父母是像這樣子的 你就可能會相信孩子 想給孩子一些指令讓他去做 但是過段時間你還去檢視 他做得怎麼樣 屬於會檢視的 會檢視檢視 是不是在你符合的範圍裡面 如果是孩子 孩子本身是屬於女祭司 又加上力量的一個 複合性特質的狀態之下 這個小朋友 他本身就是會比較容易 你平常都不太 不太會介入你的 你的圈子裡面 他會做他自己的事情 但是你介入到他的世界 比如說你進去跟他玩玩具 跟他一起去寫一些東西 或是說參與在他的遊戲裡面的時候 他就會想要跟你說你必須配合他 而不是他配合你喔 就是這個就是可能 再要注意一下 但是基本上沒有什麼不好 只是說有時候會有點 雖然他是很客觀在想很多事情 所以不會說是用很多的情緒 他沒有太多的情緒 不要冷冰冰在處理很多的事情 但是如果他加上有一個力量牌 變成是有時候會有點太刻薄 就是講話又太直又太吃又太尖 有時候就會變成這樣子 就是以他想要的一個方向 他覺得這事情是對的 或是說這個事情 照整個他整個分析官已經是這樣子的結論是OK的 但是如果說你的方式是不符合他的基本需求 講難聽一點他就會變得比較挑剔 比較挑剔 然後就會比較喜 也會在中間裡面跟你說一些 你不重聽的話 他講話就不會那麼好聽了 然後你就可能也不要去責怪他 不管他是什麼樣 但畢竟他不是刻意的 他只是覺得你這個地方是不對的 而且他已經交付過了 交辦過為什麼還是沒辦法辦到 他就會講的比較不好聽 不管你的交情如何 不管 即使你認識20年了 朋友如果一件trouble的事情發生了 其實是你的小孩 你養育他那麼多年 你一件事情如果超乎他的基本準則 然後還做得不好的話 他那個其實翻起臉來 其實是真的很冷酷的 不過基本上他是在做人做事上的話 他這樣比較屬於是不容易走偏走歪的 不易走偏走歪 他還是有一個很很好的一個中間思想 聲音突然放出來挫幾條 最近都在調很多的那個設備 希望能夠帶給大家很好的一個視聽效果 然後當然我也會一直在這一方面去琢磨 讓整個的那個飾品感覺會比較完整 再原諒一下 然後這個就是不知道是誰有這類型的一個特質 本身是女技師加上力量 其實力量牌本身其實他也是一個屬於 他喜歡簡單來講喜歡掌握一點東西 掌控一點東西 而這掌控的東西是他自己的第一範圍以內 他不會超乎以外 所以他即使像這樣的角色出現在的生命中 或者是你自己 是你基本上不會過度的過分要求別人會要求自己 但是如果是自己做得到事情 他真的會竭盡所能去做 竭盡所能去做 而且情緒也是一樣 女技師已經很康盪了 已經很平靜的 像冰水一樣 不太會動 沒有浮動 你在加上力量牌 他這個是屬於他比較會著重於 不易讓別人發現他的情緒起伏 算是掩飾得很好 包裝得很好 所以他即使是 他其實裡面活在燒 對於你的行為 他活在燒 可是事實上你看起來是很平靜的 但是注意那有可能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所以盡量還是不要在這樣的人面前 或是孩子或是父母 父母本身這樣 你特別注意說自己在那個 不想被別人發現 其實還是要一些宣洩的窗口 小孩子也是 不然的話他們會 本來都不開口 一開口就刺刺刺刺 然後就覺得痛痛痛痛 就好幾把劑被刺過來 他們講話就是這樣子 很容易刺傷別人 這個就是我們的 我看到獎金 我們要注意一下時間 十分鐘 唯一一組混合牌 頂多人講個十分鐘 好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 十一 十一生命牌混牌的 二跟十一 一定有問題可以留言 因為有些我是簡單 以感覺 我都是以感覺在說的 我沒有在特別 特別註記寫稿 看一下怎麼寫 然後我們下來這一個 是我們的 死神 死神牌十二 如果你的生命數是十二 解出來是十二 那你本身 你的主牌就是一個 皇后牌 皇后牌 之前說過皇后牌 他就是一個 以愛去滋養 以他的方式 他自己的方式 不是客觀 是主觀的愛的方式 來滋養他所想要滋養的一個 人事物 好不好 然後他來遇上了這個死神牌 這不是死神 這是釣 那個叫做 釣人 他其實叫做 倒釣人 倒釣的人 倒釣人 其實倒釣人在其他塔羅牌 他也是叫做 應該也是叫倒釣人 一樣 以倒釣人的形態出現的話 他有一個比較簡單的特質 一種叫做 他是 這一種是 他是屬於是 比較無私 無私在滋養他要的人事物 但是他如果再加上這個倒釣 他變得是有點 變 會 會奉獻 就是 會 比較是完全的 大量投入 已經會 可能會浩劫到自己 然後這 這個情況之下 也有可能是因為他的情緒上 跟思想上面可能有時候 會比較偏激一點 會比原本的那個皇后再偏激一點 比較容易會負面思考 比較容易會 但是他的負面思考 都是來自於他自己個人本身 他不會去想說是 是不是很多的外界因素 他大部分都是以自己覺得是自己的問題造成的 所以他變成是有時候會 可能就會 比較 你知道 沉悶 本來是一個很 對你很殷勤熱切 在 關懷的人 然後突然間 不言又不語了 因為他就沉在他自己的一個 池塘裡面了 他整個就 掉下去了 但是他這種人 如果是有 旁邊有一些人可以提點他 或是說他自己有想通的話 他很 他很容易就會轉回來 但如果沒有的話 他需要一點時間 幹嘛沉澱 這個是需要一點 他就是會有一點時間 如果說他遇到問題 如果你是大人的話 你遇到這樣的問題 你會需要一點時間去消化 而這個消化的過程 你就是會讓人家覺得很 很沉 死氣沉沉 死氣沉沉 然後那個不好的東西 自己會冒然而生 一直生出來 一直在影響自己的思緒 然後間接的影響到自己的行為 這是他的潛在的特質 如果沒有遇到壞事之前 都沒問題 如果遇到的話 就會有一種特質 就會 那個落差就會很大 就會出現 小孩也是 如果他本身是一個 本來就是一個三號牌 一個女皇牌 本來就對你就是 就是 什麼事都很 很主動幫忙 像人家說林家女孩 大姐姐 媽媽媽媽 這什麼都幫忙做 幫忙做 如果你遇到他一些 會讓他覺得不順心 不順勢的一個狀態出現的話 他就會整個 你要這樣 走過去 是沒有聲音的那種 陰沉沉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完全是沉下來的 要怎麼去讓他去 去做一些改善 其實很簡單 就跟他聊就好了 跟他聊 他也有可能 有些事他聊 他要說說不太上來 說不太上來 但是事實上跟他 跟他聊 跟他聊 然後一樣 用他本身會以愛的方式 去跟別人關懷的方式 去關懷他 他很快就會回轉回來了 因為他這個倒掉人 他本身就是 犧牲跟奉獻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特質 對人對事 他都是這樣子的 而且他做事情 他不會要求很多的回報 不會要求很多回報 如果說你 他這樣人被 如果被欺負的話 他其實是還蠻 會蠻不好受的 因為他也不會去做一些 你知道 抱負 抱負 或是話悲憤為力量不愧 他就整個就沉在那裡 所以他盡量不要是遇到壞人 不要遇到壞人 如果說你的孩子 是這樣的特性的話 盡量就是讓他能夠 分辨壞人 好不好 分辨 不要有所付出 付出一大堆手 然後遇到一個 比如說很渣人 或是說很不好的同學 或是不好的同儕 同事 就可能就會讓他整個人 就是 陰沉下去 會影響到他的日常生活 百分之百會影響 他會任何事情都做不順 做不好 但實際上 他是平常是可以 都可以包容性都很好 可以做得廣泛 很廣泛 所有事情他都可以包下來 盡可能的去努力的去執行去做 所以是 這個是潛在的 遇到不好的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表現的特質 只是他的特質是屬於整個沉入深深海底 深深海底 然後你會發現他的存在感幾乎消失了 一個本來無時無刻出現在你身邊關懷的人 突然間 嘶 無聲無影了 然後沒什麼 他的熱情的火就好像有點滅掉了 其實他就是需要人家在反關懷他的時候 因為他可能是有點付出過多或是做了太多 然後受了傷害之類的 不然的話 其實像他這個倒掉的也看起來是很恐怖的牌 可是實際上他是一個很很盡全力在犧牲奉獻自己的人 算是不傷害別人 不傷害別人 然後他比較容易會傷害自己 要注意一下 比較會傷害自己 要多注意這一點就好了 然後我們再看看我們的 不知道有沒有誰是這個牌的 三號牌 我據我所知我有認識這樣的人 但是他如果解開了他就沒事了 所以就是需要一些溝通的方式 要傾聽他或是說去理解他 重點是要理解他 他可能不說但是你要理解 然後再來這才是死神牌 死神牌 然後這叫上我們的皇帝牌 欸 有皇帝的齁 剛剛有人說說他本身是皇帝牌 皇帝牌他其實這個牌的數字是13齁 13你如果解出來的數字是13 1加3.4 其實你的主要特質是皇帝 其實你的皇帝為什麼會跟死神並列 其實很特別 表示你這個皇帝的那個選項 是比較沒那麼明顯的 以我的感覺來解釋他是沒這麼明顯 什麼叫沒這麼明顯 別人的皇帝可能你看到哇 這好有威權 這人看起來就很 就老闆一樣 然後或是說他覺得他很有powerful的感覺 但是如果像他本身帶是死神的話 你會發現說他是 他其實是很厲害的 可是他讓你感覺他一點殺傷力都沒有 然後一點那個隔閡也沒有 就覺得他其實是還 只是說他就是 沒有那麼大的氣勢靈人的那個氣場 但實際上他內涵裡面是其實是有這樣的一個 顧大局 然後負權責 然後願意去決策 決定一些大方向的一個人 只是說他在整個的表現上 他就不會那麼的讓你去明確知道 這一定要認識九 認識九年代半其實他是有能力的 其實他是這一點他是可以的 是可以交付可以交辦的 只是說在於決策上他的行為上 因為死神他其實代表是一種很簡單的蛻變 而且是很慢速的蛻變 而這個慢速就會類似是他自己本身在做一些決策 他其實就會比較猶豫 然後也會比較深思熟慮 沒有單純的皇帝來的那個果感 跟毅然決然 就沒有這樣的那麼明確的一個樣子 所以他本身如果是有帶偏向死神的話 其實我覺得死神他有時候就是 另一個面向來看 他一定是重生 大部分都說死神就是重生的意思 就是你一定要先死了 之後才會再死神 其實靈魂靈魂很奇怪 後來這個地球我們這個肉體 肉體是會死亡 但是靈魂是永生 這個是我其實閱讀很多書得到的一個訊息 每個人的靈魂都可能是重複無先知的到各個宇宙星球 不斷的投身 然後去擷取他靈性的一個能量也好 或是試煉也好 提升也好 但是他是藉由我們這個實際的物質的肉體去做體驗 去做感受 當然是最特別 因為人有很多的因素 有光於七情六欲有的沒的 就其實就很夠磨練了 所以呢他本身是死神的話 他一定是遇到一些 如果是比較大抉擇的事情 他可能會沉寂一段時間 然後沉寂一段時間之後 你讓他他只要是決定好之後 他決定他就不會再猶豫了 在前面他會猶豫很久 思考很久 琢磨很久 但一旦他決策之後 他那個皇帝就活起來了 皇帝特質就整個活起來了 他就會運用得很好 所以在這運用之前他必須要有一個沉澱期 他需要有一個沉澱期 然後你如果說是本身孩子 我們都講家長 你家長本身是這樣的特質的話 你可能就是想要對孩子有一些 期待值 或者說想要給他們一些規則跟教條之類 可是在你想這麼做 但是你卻一直沒辦法去執行 有時候會變成這樣子 就會覺得自己不知道在摸些什麼 推什麼 自己心裡覺得應該是這麼做 可以這麼做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行為上就是很緩慢 很緩速 然後一直會覺得說 自己的那個想要孩子的樣子 一直跟自己會落差會越來越勻 有時候會突然間很生氣 會自己在那邊生氣 自己的執行力怎麼那麼差 但是如果說自己會重新整理 會自己重新整理 會發現說其實這些可能 為什麼讓自己沒辦法那麼快去執行 有可能就是因為不符合或是不切實 然後自己會自己一然就把他斷掉 換成另外一個模式 這是屬於他多了這個 我都簡單講我覺得他應該就是 那種會他比較會慢速去進行一些他的決策 慢速 但是他一旦決策之後 他會是一個全然的全新的一個答案 他會跟他原本在猶豫啊 考慮失去的東西是完全是不同的 那如果說他是小孩子的話 小孩子其實他都以皇帝特性 其實小孩大部分好玩的好玩的 或是說喜歡東西就是掌控權的 他基本上這個皇帝特質都會很明確 很明確 但是他如果多了一個死神的話 他可能就是說 你在陪伴他的過程之中 他會顯得比較很多事情就是自己按地盤算 按地盤算 就是怎麼講 就是其實講一點有一點類似 要歷練很深叫成婦很深 小朋友的話就是 很多事情就是心裡面先算好 先先算好 然後有一點時間步驟去策劃 就是以死神的方式 慢慢的慢慢的自己去想要怎麼跟你琢磨 如果是單純的皇帝 他可能直接明白了當就跟你講了 我想要做這件事情 我想要這些我想要幹嘛幹嘛 但是如果是死神他就會開始 他就先停頓下來 你可能不知道到底要什麼 可是他心已經在盤算好了 他要講什麼你比較會接受 他要說些什麼你比較可能會答應 他就會有這樣的一個謀略 自動的謀略的公司就出來了 然後當他整個沉澱完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小孩子不會太久 不像大人那麼久 他可能你今天問他不回答你 明天會回答你 小孩子的時間就是這樣子 就是過了一天就很久了 一天就很久了 隔天就直接跟你講 他怎樣怎樣 其實他已經想過了 他有想過了 他有可能也想過說你可能不答應的一個結果是什麼 但是他一樣會去盤算這個結論 他能不能得到 或是能不能拿到 或是能不能擁有 如果是跟他們有一些 教養這樣的衝突的話 實際上像這樣的孩子 你也不用太那個 太直接了當的給他一些 不要直接要求 你可以間接的先問他一些問題 問他一些問題 然後之後再去讓他自己去生事熟慮之後 他會他自然會再回答你 因為他畢竟本身皇帝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自尊心 他不會就是隨著你要他幹嘛 他就真的是就幹嘛 但是你跟他講一講之後 讓他自己去消化吸收 他自己去選擇 這樣子好 這樣子不好 然後如果他抉擇完出來 都再跟他 如果他願意跟你討論 那最好了 那最好 那表示說他願意跟你在這一方面有一些交流 但是現在家長其實就是差在一點 就是時間上的問題 沒辦法跟孩子來來回回玉玉回回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簡單 就是 多關懷就好 多關心 盡量很多事情 就是以關心他的角度去做切入 就是說對心情 不要以過多的一些 自己的那個什麼 預設 自己的預設立場去質疑或是懷疑 但我們還是會犯這樣的錯誤 因為如果他是放羊的孩子還是怎麼樣 我們一定就是 上個記憶點直接接下來 然後就直接去懷疑他 質疑他 但實際上 我們還是要努力盡力的去幫自己每次都歸零排空 對孩子的每個行為都是歸零排空 然後重新再切入 這樣比較不會去 留到舊的東西 新的議題 然後新的問題 或是新的一個切入點 小孩子比較不會去拒絕跟你做交流 然後基本上這個皇帝加死神牌 嗯 實際上他沒有太大的衝突點 一開始我看的話 我以前來看的話我可能就 哇這皇帝跟死神到底要怎麼樣match 他怎麼樣match 可是因為死神他是屬於內斂型的東西 他是屬於內斂型的東西 所以說如果他這個是 已經是出社會一段時間了 大概四五十歲 我只能跟你說 你真的是老謀生算 也不能講懲浮生 在懲浮生有時候是保護機制 我說過不好的特質 負面特質 有時候是一種保護機制 不要盡全然把它想成是壞的 因為有些東西是 的確需要一點算計 有時候需要一點那個 一些沉浮 才不會讓別人一下就是抓到你 catch到你 有時候因為太一目了然的話 其實就是會有點暴露自己在一個危險的環境之下 很容易會被別人抓到把柄 然後就是如果遇到不好的人的話就很容易受傷害 而這本身的話 他加上這一個特質 從小到大的歷練下來 他其實他的那個 內斂修養 自然而然修養起來的那種 那種 深思熟慮使一般人很難去體會得到 因為你也不知道他想的到底有多遠 有多寬 有多寬 有多麼的 怎麼 讓思想是 有時候是死而復生 重新打斷再重新再生出來 光是重生這件事情 一件事情原本是走A計畫 會把它全部把它弄掉 變成是新的B計畫 這誰會知道B計畫是什麼 如果你摸過他的A計畫 他突然把A計畫弄掉 改個C 然後你就哇 抓不到他的點了 所以他就是讓人家無法捉摸的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角色 如果說你 你又是皇帝 你又加上這個死神的話 我是覺得 你真的是讓人家會覺得很刮目相看 如果遇到事情的話 你如果認真真真要跳出來處理或解決的話 那個會讓別人覺得說 哇你已經走了這麼遠了 我們都還在前段 你已經走那麼遠一圈回來了 然後跟我們講結果 厲害了 真的厲害了 然後呢 我們再講一下我們的14號 我看一下 你的生命牌如果是14 14的話本身是4加1 4加1 欸我拿到小張了 4加1的主牌是什麼 大祭司 大祭司 有沒有突然走進來的 然後不知道這邊在幹嘛的 我們在算生命靈數 我們用塔羅的方式來算你的生命靈數 你5號牌的話上週一 上週一有解釋過了 他是屬於一個 喜歡以自己的生 以自己親身體驗的模式去 去體驗人生 去了解所有的事情跟脈動的 我就是白話文就是說 他就是很早很早事 很會替自己找事情說的人 他太過於平淡 他會覺得我沒有安全感 他就覺得有一點事情 有一點衝擊一點 對他來講 那人生才是有一點意義的 因為他是從衝突點裡面去找到一些 嗯 別人看不到的觀點 或是說他可以擷取得到的一些 新的技能 然後他會很樂意的去跟別人去做一些傳導 跟別人去說 我就說那些什麼教授老師之類的 那本身如果是帶有一個藝術 這個牌是藝術牌 有沒有看很漂亮 有個彩虹啦 有很多的元素 藝術牌他其實是一個 在塔羅的世界他叫做煉金師 煉金師啊 煉金師 就是他會很厲害的把一些東西提煉出 另外一個物質出來 煉金師 然後當然是在他這邊的話 煉金師一定是本身 他要有一些他自己的特定的物質 表示是說這個大技師 他本身自己其實帶有很多特定的技能 或是說技術 然後這個技術可能就是 你看藝術他就是像美啊 比較是美啊 然後融合啦 可能音樂 音樂性比較好 藝術性比較好 藝術性比較好 或是他在各個的協調性都會比較好 而且在這藝術上來看這個觀點 他會透過他自己本身的這些技能去提升 或是說去創造出更多元化的事情 如果说你本身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可能在,比如说你是一个在学习,比如说美法师,没有美法师好了啦,你在学习这一方面,那你会觉得说,这个每一个编法的方式,每一种的那种美法的技能,你都想要去至少自己亲自要做过一遍,做过一遍,即使他的步骤是一样,只是多一点花样,但是你一定要亲自做过一遍。 那你配上艺术的话,表示你会从这些你学到的里面,你会再去把它变出不同的花样,你多了一点灵活性,以大祭司来讲是多了一些灵活性,就是不会那么的硬,也不会那么的死沉沉,因为原本的大祭司他其实是有点脑子有点固执的,是有点偏硬的,硬性的,他决定的事情也很难去改变。 但是如果说他多了艺术性的话,表示他可以因为一些不同的物质,或是不同的人事物,他会回来看说,原来还可以这个样子,他就会缓一点点,变得开供解,比较可以谈。 他是比较可以谈,然后不一定要如何如何,他就比较可以接受一些变化性,自己也可以从这变化性里面玩出很多的一些花样,然后再去传授给别人。 如果自己没法施的角度来看,如果自己老师的话,就表示他本来他的纯大祭司,他可能就是以他所学,所知道,所遇过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坦白的跟你去做这样的一个教导。 但是如果他多了一个艺术性,他就会变得比较会去吸取一些时事,然后跟一些外在的一些艺术元素,可能他自己会去听歌剧啊什么的,然后从中间去截取一些东西,他觉得对他的课程是有帮助的。 他就会在课堂里面跟大家去做一些融合match,然后让课堂好像会变得比较没那么生硬,他就变得是属于教学很活泼型的。 像一些补教民师,我就觉得他们应该都有这种艺术的元素,因为他很容易会,艺术就是融合协调,他把很多东西变得是很很欢乐,然后而且是大家会喜欢喜爱的那种环境,你懂吗?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艺术性的大祭司是好的,他在受苦受难,自己受苦受难的过程之中,他还至少知道要如何让自己调节心性,去多接触多元性的美好,艺术是算美好,艺术文化也好,然后音乐也好,他会用这种东西来调和他自己,而且他不仅调和自己,他还会综合出来,蹦出新的玩意, 然后去教授给他必须教授的人,可能是学生,可能是孩子,可能是上上下下都有可能,他很愿意去分享的啦,他非常愿意去分享,如果他这一方面融合得很好, match得很好的话,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给大祭司的很好的礼物,艺术牌很好的礼物,因为我看到这张牌,其实最有感觉是过去的自己的一些抉择, 他突然出现这一张,他就会让我觉得说,以你既定的东西,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他可以有更好的变化,他会让你去观测到你已经有的东西,很特别喔,这样他就去观测到你本身拥有的资源,这叫拥有的资源,你会去更知道自己有的,而不会去想自己没有的, 这个很重要喔,人家都说,你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欲望,把它很简单的分析成,自己拥有,跟那个拥有的部分,你在这个地方着重的话,你自己就会觉得,那我有了这么多,我的欲望其实,我本身就有这么多,你的欲望就会减弱,就要是降低这种欲望值的话,你去了解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幸福值就会上来, 幸福值上来做事情就会顺,你对人对事,心情上就会比较愉悦,所以我说他可以让大祭司去观测到他自己拥有的,因为大祭司他不断的去走,不断去走,去学,一定要亲自经历过,但是他一旦出现艺术本,他至少会去回观他自己拥有,已经有的,他现在已经很棒了,你已经很棒了好吗,你已经有了一些别人, 没有的,你从这些里面去,去多一点变化就可以了,一点点就,你就可以觉得自己很不同了,不用一直重新再去,开辟新的一条路,然后很辛苦的去走,人生时间是有限的,一个人平均岁数才70好了啦,他们现在在延长年龄的时间,也不过就是透过一些医疗或药物的方式去延缓,我觉得那个并不是真正的人生啊, 如果说你的人生是很快乐自在的,自由行动的方式之下,可以平均活到80岁好了啦,你到前面学生阶段一直到出社会,然后到你真正你要退休的时间,好了,65岁好不好,你到后面,你前面有多少时间是为了阻,阻你未来想要过自己生活的时间去做努力跟付出,你学生要努力做学生的角色,然后工作,上班要很 努力做上班族的角色,即使是创业,你要很努力做创业者的角色吧,对不对,你要在这个角色里面努力一段时间之后,你才可以真的回归到一点就是说,哦,原来我自己的这些技能跟自己的一些技术,我可以再去做一些让我觉得快乐的事情,而不是单纯是为了日常所需而去做的,你懂吗? 当然,每个人都一定要有日常所需的开销嘛,这也是驱动于我们每个人必须要认真做好自己的位置,做好自己的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这之间,你其实不需要一段时间去回顾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然后从这边里面去想,比如说我自己迈出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年,然后我会从中去回顾说,其实事实上我对于某些书的一些资讯,我觉得很好,我自己有学习到一些 不错的方向,我就会从这边去找一些分支,平常一点点一点点去学习也好,磨练也好,然后当然正规也要走,然后分支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一点一点去累积,艺术就是这样子,去看你原本有的,如果我本来就是很喜欢看书,我就透过看书去看我想要的东西,这样就是一种把原本的一个特质,然后再去延伸出另外一条路线,而不是单纯只是为了交易啊, 买卖去看很多的书目啊,科目啊,去选书啊,就只放在就是有关于生意上,而是放在是,其实自己也可以有所吸收,也可以为自己而买,不是为客人而买,是为自己而买,这就是一种回观自己已经拥有的一个技能跟潜力能力,然后再去多一点点改变,你的人生就会比较多彩多姿,像彩虹一样,多彩多姿 不会那么的枯燥发味,这样纯然的大技师是提示是有点枯燥发味的,这样实在的,所以啊你本身是大技师的话,你也不要觉得说,你要接受自己啦,接受自己就是喜欢找事的一个潜力,潜质,因为你没办法去克制自己不去做,因为你觉得不去做那些,如果那些事情不去自己体验的话,你觉得很痛苦,但是如果说你,你可以在这个环节上去修饰, 你能够提炼出自己另外一个特性,特质或是说喜好,让自己可以更融合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不要什么事都是好像不满旌旗一样,你会更快乐一点,不然大技师是有点严肃的角色,然后有点严肃的角色,然后再来我们看,如果你的生命牌是15,15,15的话1加5的6, 6号牌,我是上周四的时候,我有介绍到,6号牌,恋人,当然恋人牌,恋人牌,竹牌,再来讲,我说他喜欢跟鱼人,人与人之间,他喜欢有一些连结性,他喜欢与人做一些连结,人事物都好,有可能是宠物,有可能是收藏品,而像这样的恋人,他本身的另外一个特质,加上了一个魔鬼之乐,这个是魔鬼之乐,你看很快乐, 欢天喜地的,又喝酒又跳舞的,那就表示,你不仅是喜欢鱼人连结,你还是喜欢那种带动气氛的人,已经算是嗨咖了,我真的觉得是嗨咖了,如果说是去一个,要去参加一个活动跟KTV,你可能就是第一个在那边摇铃鼓,然后唱歌跳舞,然后还要带动的人,而且也觉得大家快乐就是你的快乐,所有人的快乐就是你的快乐,你一定至少是, 是一环,算是,氛围优先,氛围优先,如果他单独是恋人的本质的话,他其实比较单纯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对象,一个特定的东西,特定的物品,他不会是这么的,那个,海派型的,比较不会是那种大众型的,他比较是属于在自己觉得有安全感,有依赖性,附着性的事件上面, 那如果他是多了一个魔鬼之恶,表示他就会变成是可以跟多样人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互动性,有可能就是像活动的,我像之前讲嘛,你如果说是平衡的人,你就有可能是控场,但是你不一定是主持人,就是控制现场,就是可能拿着那个迷你麦在那边,控制每个地方的环节的人,细细,细细度比较高的人,如果说你是魔鬼之恶,他就属于什么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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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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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如果说要有点注意一点的话 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过多的一些酒肉朋友 然后过多的玩乐的群体 可能每个都跟你玩的时候都很好 然后如果真的有问题 我就这样讲 有问题的时候就各走东西 各走东西 因为大家都是希望只是在那个氛围里面是快乐的 但是离开之后 大家都各自在各自的角色上 对这个恋人来讲 就会觉得有点受伤害 所以你本身来讲的话 有这种特质的人 他可能会比较喜欢去参加活动 或联谊啦 还是什么群体的一些团体活动 或是什么之类的 自己去研习一些群聚的课程 他可能会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去认识各个不同的人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尽可能就是能够 如果说离开了一个氛围之后 就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了 就不要太沉在那个氛围里面出不来 不要觉得每天去玩去玩去玩 每次都去哪里玩极限运动 然后又每次都去游车和环岛 然后就觉得说 哇这样的日子都跟着不同的人去得很快了 可是你如果没有抽离那个角色出来 就是其实还是要回归在爱惜自己 跟你自己要专注的事情上面的话 你可能常常会有很空虚感 经常性的空虚感 会让你觉得很不好受 如果像这样的孩子的话 你会觉得他就是喜欢与人玩嘛 喜欢与别人做连结嘛 而且他基本上是偏主动的 如果单纯的恋人 他其实不一定是主动型的 他就非全然的主动 但是你如果去跟他示意示好的话 他是可以有所回应的 但是如果是有魔鬼之乐这张的特质在他里面的话 他变成是主动性会高一点 主动性会高一点 然后他的那个 怎么讲 也比较大线条 出线条 比较不会去注意到一些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适合 跟他一起玩乐的一票玩咖 是不是真的他不会那么去 那么会去检视 这种检视的角色必须要是皇帝牌 才有办法去检视 去测试或是女技师 才可以知道说 这个人他的特质是不是跟自己可以 我可觉得可以 我再继续 这个不会 他单纯如果别人对他示好 他觉得OK就OK了 很好讲话 非常好讲话 然后也是属于算是nice nice的朋友 非常nice的朋友 所以如果说你本身是这样的牌 你就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如果说对方对方对你很示意啊 示好啊 然后每天跟你吃喝玩乐啊 如果他只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才会出现的朋友 那可能就要稍微 嗯 自己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 最后再想一下 每次跟他出去都是这样的场合 真的有事情说 对方是不是能够陪伴你 那就要去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因为你毕竟本身内在恋人他是希望能够有个很很单纯的信任跟依赖 然后跟一种可以互相互相能够彼此支持的一个角色 如果经过那么多的外界的物质世界回来转一趟之后 你会发现自己其实还是没有的还是空的 那他其实就会很受伤啊 人经不起一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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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受伤 人家整个父性特质就会跑上来 然后跑上来之后他可能就变得比较怯懦 比较怯懦 然后很多事情就是走不出去 有可能就是闭关起来的那一种 就是他的闭关不是像那个像那个隐士或是女祭司 就是属于是不与你联系但是我过得很好 那不是这样的 他是闭关是属于自己也过得不好 可能在那边哭啊 然后没有人知道啊什么之类的 他是属于是比较颓丧行的闭关 所以要比较注意一点 就是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 有可能会是在遇到不对的人的时候 就会发生在这个恋人跟魔鬼之后身上 这是他的潜在的一个危险因子 越快乐的情况之下就要 越注意说快乐之后能够切断这样的一个氛围 自己切断不要太沉迷 如果说比如打肩膀的孩子是这样子的 6号练能牌再结合魔鬼牌 如果他沉迷于线上游戏 如果他不是很厉害的电竞选手 电竞选手另外再讲 因为如果他是套玩的话 他就不会单纯是电竞选手 因为电竞选手他毕竟还有一些 这是自己想要的目标跟好胜心 这个就不太一样 因为他专注的东西 但如果说是纯粹的线上游戏 可能就是他纯粹就是娱乐性好玩 就是里面朋友多 然后可以瞎聊还是怎么样 偶尔可以跟网友见见面吃吃饭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尽量不要在大量的时间 人生大量的时间都耗费在这样的休闲娱乐上面 有可能哪天遇到一个不好的还是怎么样 主要是浪费他个人的是消耗到他自己的内在 因为他这样会一直在与别人去想要示好 跟别人在一起 就发现到时候来 其实这些都只是一些浮云 只是浮云非真切真实 能够陪伴着他的人的话 他就会很容易会闭锁起来 闭锁起来 有点玻璃心啊 Balking Heart 这个就是我们的十五魔鬼之乐 并上我们的恋人牌 并上我们的恋人牌 那我这样看大家 其实基本上就大概看一看 也 原本有个笨小孩皇帝 笨小孩皇帝 你是 我们这其实还有那个 还有天那个星座牌 以后会再开个主题来讲星座牌 其实本身十二个星座 我们也有十二个牌可以去做对应 但是我觉得星座他的东西 还要必须看是什么太阳上升星座之类 他其实牵涉的东西有很多 而且整个星像占星他会位移什么的 你会有改变 像之前不是在讲说什么 水瓶季还是水瓶时期 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东西会影响到 但是我们也单纯塔罗 我凭直觉 凭感觉 来跟大家去做分享 基本特质就是在这些 但当然也如果有一些 在这些牌里面你一到九 然后你又加上这些复合性的一些 超展开的特质 你觉得有些东西遇到一些状况 一些问题 你会不知道怎么处理 或是说你想要来解问解答的话 你可以留啦 你可以留你要问的问题 我其实在整个直播后面 我会有一天会去抓题目 去抓大家的问题 但没有问题也没关系啊 我可以自己找一些slogan 找一些话题来跟大家去做一些分析 去做一些了解 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就是随机占卜 然后随机占卜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丢出来 我就帮你抽一张 我线上直接跟你讲 你到底是可以怎么做 或是说这个问题里面涵盖的一些 的迹象是什么 当然这些迹象不会是因为 我看到的牌里面所有的 的那个讯息都 都透露出来 都跟你讲 因为毕竟有些讯息 不是你要的讯息 像大家如果说有一些 本身有在看大众塔罗的 就会知道 他为什么 你去听的时候会发现说 真的很切合自己目前的状态 那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是宇宙能量的法则 宇宙它会在于你在这个17点 你会想要得到什么样的资讯 它就会帮你去match到你要的讯息给你 然后让你自己去搜寻的到 或者去碰到 刚刚好看到 反正这就是很真奇的地方 因为你想要知道答案 当你不想要知道答案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touch到这些有的没的讯息 来去干扰到你自己的一个日常生活 所以我来说如果说你会看我这个视频 肯定是有些答案或是有些资料是你可以用的 是你可以用的 当然有些人他可能的牌 生命牌跟你一样啊 可是他们他对这个没有兴趣 或是说他完全没有来看 这个我在解说过程中 就不会有相关于他要知道的讯息 这很奇妙 这就是特别的地方 如果这个东西 因为所有的讯息 我所会讲的讯息 直觉都是透过给愿意吸收的人来听的 愿意了解的 愿意改变的人 或是愿意知道这些答案的人来去听的 因为毕竟答案很多啊 要不然你看这么多的心理学者 还是这么多的亲子教养学家 还是有这么多的人在做人格分析 每天他有什么新闻 每天都有人免费的那种新作可以看 然后免费的卡罗让你去占卜 为什么 就是因为有很多资讯 不是给所有人看的 这是给部分人看的 你刚好看到就刚好是你要的 但也不要去讲说什么 自己不要去全然否认你所收到的讯息 你应该去干嘛 你应该去做一个 截取你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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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全盘接收 就截取你要的 这个是很多啦 很多面向 我就简单提一下 然后今天就是 11到16 然后他的复合牌就是 23456 23456 然后我们下一周 这礼拜四 礼拜四我们会讲的是 16 16 17 18 19 20 其实我会把21也顺便讲进去 21 6张牌 然后他的复合牌的话就是其他的 16就是7 8 9 10 789 789 因为 16 16是7 17 18 然后 19 19 他这个再特殊 19有三张 这个是 算 其实我们有些特别的牌 我们家里面我都有一些案例 我觉得很庆幸 然后 19本身他就是19一张牌 然后1加9是10 11张牌 然后1加0是1 所以他是一个复合式的三个牌 复合三个三种牌的一个人格特质 然后当然这个人格特质 你想 三个牌人格特质他不会三张都是100%成现 就像这个 我跟你讲的复合牌 你的人是100%的话 他是有占比的 20 或是80 他不会两种都是百分之百 不会 这个我想能量条 能量条 潜力潜值跟个人的一些基本的技能 或者潜力 他其实是需要养成的 技能条要养成的 他就是两个合在一起是100给你 100给你 你要怎么去养成 这里好的特质是高一点 这里不好的那个特质 比如说危机意识低 你要怎么样把它 应该是说风险 看不太到风险在哪里的这种危机感 要降低一点 或者说拉高一点 这是靠自己的一个修养 真的要靠修养 这不是说老天给你这些技能 你就一出生就会用 那这除非你是特定派来 特定宇宙派你来 要解决地球人的一些事情 要你来改变的 假博士要来改变地球人的一个通讯方式 那他就是有一个 他的时间到了 他的责任到了 他就离开了 好不好 然后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提炼自己 好跟不好的特质 其实是要靠修养的 要修养的 那像我们自己本身也有不好的一些特质 我们也是想办法 就是说 这些不好的特质 我们就 不是秉除喔 我们是保留着他 运用的时候再来用 你看打格斗的 他不是一个特技 打出去那个量条 本来满的 4的就突然就没有 就是你那个 当你要用的时候再用 平常就是累积 累积累积累积 然后要用的时候 就哇 一招出去 别人就哇 这也太厉害了吧 绝招 绝招不是3不50就拿出来用 你3不50拿出来用 他的能量 他就这么低落啊 就像是你平常就是怒吼 他一直 一直怒吼 一直怒吼 他就习惯 你对他们而言 那个就是 10%他的杀伤力 10%杀伤力 他怎么会觉得 有感觉 你知道吗 很快就过了 水过 水过了无痕 但是如果说你的 平常这个怒气 对孩子的东西 他其实是一种的量条 如果要制止他们 喝止他们 他必须是一种 累积 有些各种因素的一些 累积起来 之后你就对他们 做一次的一个怒吼 然后把所有的细节的归纳出来 一次跟他们讲的清楚 不是叫你狂吼狂躁 是你的自己内在的怒条 能量是可以挥发出来 让孩子会感觉到震惊的 会害怕的 就像有一些 一些比较共产国家 他们自己的那些 你看着面目表情 然后说起话来 毛骨悚然的 他们其实都是在内部里面 蕴含了很多能量条 当他一释出一些话 所以你就会害怕 你就会害怕 那个是能量场的运作 你要让孩子会感觉到 你这是真的 你真的是 有些事情是认真在跟他们讲的 他们会感受得到那个感觉 就是说 不会是以你平常的那种 平常那种嘻嘻嘻嘻哈哈怒麻 就会完全是不一样 小孩子其实是很敏锐的 很敏感的 收讯其实是很高的 如果你的能量值一出现 是爱是怒是恨是悲 其实都是很明确的 真的一定要相信 一定要相信 即使你在内里暗暗的悲伤 孩子都会觉得说 妈妈不知道怎么了 他会自己跟着你有种悲伤感 就会上癌 然后可能就会过去抱抱你 或是没事过去看看你 这个是 这个是真的是 会发生的 所以说你平常 那些自己一些 负面的特质 什么能量条 自己要稍微去 去调整 我就说能量条 很特别 玩游戏 人生就像打game一样 你要怎么打得赢别人 或是怎么样打得赢自己 不要想打别人 打得赢自己 你就可以胜过很多事情了 自己才是自己 追他的心魔 自己才是自己 追他的心魔 然后呢 像礼拜四 然后一样再预告一下 那你如果今天你们觉得这个 这些解排的一些方式啊 跟一些解说的特质 你觉得还蛮不错 蛮有趣的哦 今天可以分享给一些朋友 或者说分享 在自己的眼说 让别人去看 没关系 我觉得好的东西 可以做透过你的传递 我是主要想来说 但是我传递的能力有限嘛 如果说你觉得 让更多人去知道 去看到的话 改变到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 跟状态 我觉得就是 你自己也是 我就觉得真的要日行一善 这比简单的贴一个图 贴一句话来的有点效益 如果他愿意听 愿意看的话 其实是会有影响的 会有影响的 我讲的没有那么的实气沉沉 也没有那么像讲道 虽然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在讲 但是实际上 我不是这样的方式在做 我只是觉得用比较活泼的方式 来让大家理解一下 其实好跟坏 正面跟负面 然后潜能跟特质 然后跟你复合性的东西加在一起 会是什么东西而已 用过塔罗的方式来跟大家做连结 然后 最后一次直播是4月22 应该是没记错 4月22 礼拜四 那天我会做一个随机塔罗的 随机线上塔罗 你有问题直接打好贴上来 然后我就会照着你的问题去帮你做解答 然后当然你能在线上是更好 因为中午时间我觉得大家吃饭之间边看边听 如果愿意提供一些题目 来让我们做一些刺激 刺激大家的视听 我觉得很乐意接受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一样再重新再帮大家做一个检视 然后现在的时间看一下 应该是差不多了 应该是差不多了 如果说你有看到回播可以分享 然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 私讯粉专 然后塔罗 我是有在接塔罗的 有公益的跟付费的 然后你可以自己来做询问 好吧OK 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哦 谢谢 好的 谢谢 750 4 2 4